凤林警分局日前接获伊林通报 民众怀疑其父遭到投资诈骗 凤林分局侦察队接获通报 了解案情后 协同夫人北上花莲拦阻 并立即通报花莲分队 派员到被害人可能汇款的四家银行守株待兔 凤井花井联手成功拦阻 被害人汇款240万 被害人无姓女子于网路上某证券公司投资股票 该公司日前通知被害人所投资的股票获利 需要汇款综合所得税240万元 而她的丈夫认为此投资案已视为诈骗 苦劝齐齐 而被害人不为所动仍然坚信汇款 警方在成功拦阻汇款后 详细分析诈骗手段以及案例 经查被害人于网路不明群组遭诈骗集团 以话术诱使被害人投资海外证券公司股票 并要求被害人前往汇款新台币240万元 被害人丈夫认为这个投资是诈骗 苦劝被害人不听 仍坚持前往汇款 于是只能报警 本分局给予花莲分局在花莲市区 针对被害人可能前往汇款的数间银行 共同拦阻使被害人未能汇款 并于解说之后使被害人相信遭到诈骗 并受理本案 现正积极的追气所使的一个诈欺集团 警方在此呼吁民众 各类的投资应透过合法的管道 并谨慎求证 不要轻易的汇款或交付财物 以免踏入诈骗陷阱 诈骗集团透过脸书IG LINE等社交软体散播假投资信息 让投资人短期快速致富的心理 并藉由悔造获利网站 或是证明取信被害人 导致被害人血本无归 凤林分局表示 民众各类的投资应透过合法管道 并谨慎求证 切勿轻易汇款或交付财物 以免踏入诈骗陷阱 记者联结封怡正采访网 照顾